越是相见的人越难提琴 青春已遥不可及 越是想说的话越真心 都深藏在心底 越是想说明天心 天空的灵魂的地围 有人 cheat方向都不担心 都会相信 어나riuc in my love 我一切眼泡的脚 你所有生 我们手符ум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期的歌手属于出名的太出名,不出名的太不出名 第二期的飞行嘉宾则是均衡人气 天赐的声音三,第一期的飞行嘉宾大家已经知晓了 分别是阿云嘎、西林纳一高、吉克俊逸、杏等十位歌手 能打的当属杏、吉克俊逸、阿云嘎等 剩下有一些歌手还属于名气比较小的歌手 第一期一般都是需要制造话题的一期 所以首阵容必要有重量级别的歌手 到了第二期又有十位歌手即将登上舞台 这十位歌手相比第一期却是总体 从实力和流量对比更加均衡 第二期有张碧晨、江应荣、潘成、孟佳等 第二期两两对阵 一定会胜出的歌手肯定有张碧晨、潘成、孟佳等 潘成最近先在天赐的声音亮相 在浪姐3的名单阵容中也有她 如果她在浪姐的舞台上表现得好 估计是一次翻红的好机会 潘成从最初在上海卫视的我行我秀 转战到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 最终都没能红出圈 她外形和气微一样都是非常好看耐看的那种美 但是气微很聪明 在参加完我行我秀后 知道唱歌出不了圈 就转战成为一名演员 潘成则一直处在被部分人知晓的状态 这一次参加天赐的声音 也是很好的一个在观众面前提升人气的机会 对比两期的飞行嘉宾 第一期的飞行嘉宾男有幸 有自己的经典作品 还有自己的唱歌特色 女有极客军艺 在参加完浪姐2之后 人气飙升 一度成为内地新生代女歌手实力的代表 第二期飞行嘉宾男的也没什么代表的 女的歌手张碧晨倒是可以作为代表 但是从总体来看 第二期嘉宾实力和名气上 平均之后是输给第一期的 第二期飞行嘉宾里 有五位歌手会和音乐合伙人合作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希望周深能和张碧晨合唱 这也是众人最呼吁的一对组合 张碧晨的高音加上周深的高音 当属珠连碧合 前两个人分别是电视剧《长歌行》里面的主题曲 和片尾曲的演唱者 二人都适合那种古风类型的曲风 如果能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合作 应该是会有热门话题产生的 你们喜欢第二期的飞行嘉宾吗 歌手有它非常明显的特征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们也想每次出来都能够用我们最立的那把刀 或者是最吸引人的东西去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世界 我们一直唱这个风格 就是我也很想让老师们教我们一下我们该怎么去 但我想对周深说 其实你的存在 你在华语乐坛的存在 不就是刚刚你提的问题那个很好的答案吗 代表作不就是非常的细腻 并且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吗 所以我觉得 在华语乐坛